德国新政府组阁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当地时间周三 德国议会将正式选举舒尔茨为新总理 这也意味着16年的默克尔时代落下帷幕 德国迎来一个三党执政的中左一政府 也就是大家最近常听到的红绿灯政府 本周三党公布了内阁人选 并签署了联盟协议 此次内阁最大的革新就是 女性部长的比例大大提高 除去舒尔茨本身 共有8位女性部长和8位男性部长 德国媒体总结 这个内阁的特征为年轻西德法律背景 新内阁的年龄跨度从40岁到63岁 其中舒尔茨本人最年长 而外交部长也就是绿党主席之一贝尔伯克 以及同样来自绿党的联邦家庭部长 斯皮格尔均刚过40岁 不过新内阁人选在地理分布上遭到舆论的诟病 新内阁非常西德 只有两个人来自前东德 而且没有一位部长来自德国最富裕的州 巴伐利亚州 那么该州最著名的城市就是慕尼黑 该州执政党基社盟秘书长 Marcus Blumer就抱怨说 16%的德国人是巴伐利亚人 但巴伐利亚部长失踪了 他批评舒尔茨作为前汉堡市长 让巴伐利亚州做了冷板凳 那么再从职业角度来看 政法背景占到了多数 新德国当中有5个政治学家 6个律师 舒尔茨也把一些职位交给了专业人士 比如未来的卫生部长 将由医学教授和社民党议员 劳特巴赫担任 当然这也是重望所归 现任的德国卫生部长 施潘作为一个前银行雇员 从政期间活跃于社交媒体 每天展示自己有多少的会议要参加 而不是注重与会的内容 而且疫情期间 他利用职权被爆出许多腐败的丑闻 我个人认为 德国现在疫情反弹和卫生部长的失职 不无关系 那么在签署协议之后 三党领导人周二召开了联邦新闻发布会 为全程献上采议 虽然三党快速组成了新政府 但是在防疫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随着邻国奥地利引入了疫苗强制接种的法令 舒尔茨也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强制性的疫苗接种 并希望议会能在年底前就这一问题进行投票 以及在明年二月份实施 但是自民党主席也是未来德国的财政部长林德纳 则表示反对 并在发布会上直言 实行强制接种不是红绿灯的项目 德国媒体称 因为自民党不是社民党或者是绿党的天然伙伴 要使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需要进行微妙的平衡 也就是如何妥善处理自民党的商业友好倾向 社民党的社会本能和绿党的可持续性要求 中国观众可能更关心的是新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毕竟联盟协议当中提到中国的次数 比提到美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多 协议指出新政府要在中国面前表现出更加自信和大胆 少一些委婉的外交辞令 另外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主张实行 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 对华态度强硬 但是这几天 这位从政经验不足的见习外交部长已经遭到了一些德国前辈的批评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Tonline采访时就提醒绿党 让世界变得绿色的口号出现在其他国家肯定不会成功 如果想和中国一起制定全球气候政策 就不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每隔一天就去谴责中国 施罗德说当我看中国政策时 下一届政府最好做其所有前任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和这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重要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施罗德还说在国际问题上新政府需要比绿党目前表现出多一点的敏感度 贝尔伯克上周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中还表达了有意抵制北京冬奥会 那么这个言论也遭到了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新任主席 托马斯·维克的批评 他表示我要说得很清楚 贝尔伯克女士不要太过分 抵制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好处 但对现在已经准备了这么久的运动员来说真的不公平 德国媒体还提醒贝尔伯克也不能太过头 他作为外交部长的决策空间是有限的 德国对外政策的关键要素还是由总理府定夺 施罗德就曾把总理和外长的关系形容为厨子和跑堂 德国经济周刊报道 托尔兹今年10月曾让人传话给习主席 他希望延续前任的务实路线 并会约束联合执政伙伴绿党和自民党 因此托尔兹仍然是想延续默克尔的有化政策的 那我个人感觉德国这个新政府的确很新 无论是从政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部长人选的角度来说 但是结果上来看很白很左很政治正确 特别是绿党首次参与执政经验不足 但是意识形态口号喊得非常响亮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选获得胜利 真正从政之后他们必然会妥协于现实 现在所谓的联盟协议并不代表就是实际执行的政策 因此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到底会如何落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